纷繁的世界,有基层的规则 泡汉的讯息大海,核心不过是简单的变异 掌握不到深层的动向,有其缘由 即便现实不如本意,也必须进智能透析之功 2019次翼横观,史心记 为什么说是史心记呢? 因为第四季还在准备中,第四季的话 我是规划要做一些动画还有字幕 看的比较舒服,要做就做比较好一点 但是目前还在准备当中 因为这个也是资金的问题 我自己经营的一间小公司,目前也是很忙 要生活很忙,专门招募一个人来做这个视频 也是最现实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就不提了 所以我最后会贴一些赞赏 能的话来协助一下 也不用多了,几块钱就好了 有点鼓励,因为要招募一个新的人 第四季要做的比较好 那这一集呢,我自己还是继续做 所以叫史心记 就是看我自己一个人搞了 这个 真正的知识系统是什么 这个 我这一集我敢跟你说了 那个 你在外面去找最有学问的人 他也讲不出这个东西了 真正的知识系统是什么 我举个现实的例子 我不要讲那个很高深的理论 你就可以知道我这一集讲的内容 如果你真的把它吸收起来 你会变成高人 我高人很简单制造的 不要在那边假装高来高去 那个高人 我传授你两招你就变高人 你自己回去了解了解,就变高人了 我们从小到大 花那么多时间去上学 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 求取知识系统 这个当然也有品德教育 和群、体育那些都有 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知识系统 怎么定义它 知识系统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广泛定义的话 品德教育也是 让你的德行、操行会变得比较正确一点 行为不要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跑不过三步 你把这个三步了解 我建立这个三步了解的 你基本上 就有当高人的潜质了 你就经过你的生活历练 你就变高人了 你基本上很多学 你都不必去求学了 比方说 这边有小哥 你想要去读研究所博士 博士班的 这个我建议你考虑考虑 要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了 说不定你那边建立一些人脉关系 那当然就赞成了 但纯粹只是为了求取知识系统 我建议你不用了 因为现在资讯爆炸 什么东西都有 你要变成脱颖而出呢 你要变成了解我这三个 你就知道怎么样运用知识 会在你的生活环境会最纯熟 最有效益 获得 第一个 该怎样用心态去建立这个知识系统 你自己的知识系统你要客观跳出来 灵魂出窍 你要跳出来 灵魂出窍 第一个看你自己跳到你的背后 看你自己 该怎样用一个心态去建立知识系统 第二个目标为何 第三个知道其本质为何 来我一个个说 我先讲第一个 不用很高深的理论 你就把这几张照片领悟好 你就知道你该用怎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么多的知识系统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这个 你看这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你应该很熟悉了 这个肥猪在指导 你后面有一些面有菜色的人在做笔记 这个肥猪说 你看到我了 你们那么瘦 好可怜 我教你怎么样有饭吃 怎么样做才可以吃的这么好 很可惜 你是这个被圈起来的那个面有菜色的人 你不是那个胖胖的人 你是这个面有菜色的 这是肯定的 这是客观现实 不用抵赖 你在这个面对这么 现在这种资讯社会 你肯定是那个面有菜色的 你很可怜 你要讲到 我真的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懂 那个 你要看到 哦 这个人来了 这个很有身份地位的胖子来了 来 你看到我了 算你有幸运 能够见证 来我教你 你赶快写笔记 就是这种 你的心态就是要这样子 像这个照片里面 这些面有菜色的人一样 感恩感恩 赶快写 赶快写 教你两招 你就赶快把它记起来 因为这是什么 这最现实的 啊 临场的 最现实的 发生了哪一些事情 在现实当中 你要把它记下来 这是第一个 变这个 照片上面的这个胖胖 他胡说八道 你也造极 至少你回去还可以分析他为什么要胡说八道 那这个 这全部都是客观嘛 记录客观 知道自己的状况 记录客观 跑不掉的 所以你不要看哦 你不要看这个胖胖的这个 这个他管理他这个小国家 虽然说他这个行为很好笑 但是问题是 你要把这个学起来哦 这个就是 你面对面对一些 资讯大海的时候 你要找到关键处嘛 啊 这个这个胖胖的就是关键处 他他讲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赶快记赶快记 这是当高人的第一步 你说这个这个这个肥猪是到底是谁呢 你不要真的跑到他的国家去记啊 那记不到什么东西 这 是我第三季讲的啊 目标第二个第二点目标为何嘛 就是我第三季讲的 自然先行 你任何东西一定是大自然先了解 你才了解 你要这么看 你的目标其实就是自然界 你不要再 纯粹只局限在这个 现在的那个网路资讯社会 滑手机啦 看电脑啦 这个这个知识在上面 那都是都会蒙上一层阴影 你要从自然界 就是自然现实发生的东西 因为原本人类能够脱离蛮荒啊 基本上他就是从自然界找知识的 不是听别人讲的啊 别人讲的是参考用的啊 记下来就我前面讲的遇到肥猪了嘛 你可以把我当先当那个肥猪啊 你赶快记下来啊 然后但是真真实的目标不是我 也不是任何人啊 也不是任何东西是自然先行 你要看自然 你所处的自然环境 你看到的自然现象 这是这个是最客观的 那我现在在这里我举 最近新年了 我有有所感的 关于这个自然先行 我先弄几本书的照片给你看啊 那我在整理我已经过世 我爷爷了 我过世的一个爷爷他的一些长书了 第一个是这个缩库 缩库是什么 缩库是那个一些古代所有的一些怪力乱神 也不是怪力乱神 应该说一些征兆 你看一下这个书 还有点年岁了 年月了有一些收藏价值 但是它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历朝历代的一些怪事 一些古代就已经喜欢以鹅传鹅嘛 古人就是喜欢这样子 以鹅传鹅 它都是记录下来 就像我前面讲讲写笔记的 它记录下来各个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 那些自然界的一些征兆 那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用科学的角度 当时记录的人 并没有很明白的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事情 所以变成蒙上一层那个迷信色彩 这本是阴阳家秘籍 这个彻底的真的是 有些人 我之前拿到这本书的 有些人觉得 我如果学起来的话 我能够懂很多东西 一些怪力乱神的 一些变高人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因为里面讲的东西 都只是一些天文的一些奇象 一些奇奇怪怪的 一些古代阴阳家的讲的一些事情 他把它收集起来 全部是收集起来在这里 但是这些东西 除了收藏价值 我根本基本上没有看里面什么内容 我的知识都不来自于这里 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讲的很多都是怪力乱神的 奇奇怪怪的 并没有真实的依据 收集到的这个是工具书了 这个 一些古代 从古至今 所有字画一些名人的印件 有些是皇帝的印件 他怎么 大概长的怎么样 那是为了要鉴别一些 古文物用的工具书了 鉴定用的 鉴别古古董 那字画 这些最难最难的就是字画 古董行业都知道 鉴定东西 鉴定最难的东西是字画 其他的什么磁器 预期那都还算小事了 有一些技术都可以解决 这个就是鉴别这个字画 鉴别这个书 纯粹是工具书 它也没有什么知识系统而言 纯粹是收藏用的 另外一些什么福尔摩斯全集 就是那个福尔摩斯知道了 名侦探科男里面的那个弄出模仿的对象 然后另外一些字字通鉴 续字字通鉴 这些比较经典的 我有看 我稍微有看 那字字同鉴续字字通鉴 我是全部看完 我是全部认认真真看完 看了好几遍了 反反复复 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你就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它了 其他所以这就代表说是什么 你要选择正确的东西来记笔记的 我前面讲你要看对肥猪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肥猪 对不对 他讲的话才真的是话 赶快记下来 有一些人讲的 你就把它藏在一边了 像这个古史遍 我都没有什么在看的 那个原因是什么 那是近代人写的 整理的 近代人整理的就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现在近代的文人 我都不把近代的文人当文人 因为他们都是特殊历史人物 跳出来的鬼 他们就不值得记下来了 不值得去看 就是我讲的自然先行 你要怎么筛选 就是第二个目标 你要选对 要自然先行 像字字通鉴续字字通鉴 它这个是记录一个现实发生的事情 人这个生物现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属于自然先行的一部分 就可以先 就可以看 那其他人 人为造出来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当一家之眼留着就好了 很造出来 像我前面讲的工具书 那它不是自然先行的东西 不是自然先行的东西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看了 这就是第二步 第二步你就懂了 知道目标 你看我举这么简单的例子 你就知道要怎么筛选 你的目标为何 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假设现在有小哥还在读书的 这个就很有用了 有些东西你还考低分就低分 那真的是没有什么用 不要被当掉就好了 有些东西你可以要求自己把它弄得很好 等到你到我这个年纪四十几岁了 四十出头了 你就可以知道 二十几岁的时候 不要浪费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有了没有的 真的是回头想想 真的很多时间是浪费掉的 来这个第三步就最关键了 第三步知道本职为何 什么要知道本职为何 也就是我前面第三季有讲过 所有东西都是个认知系统 包含知识系统 和你的观念 你的所有的感觉 通通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这一切连在一起的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个超级大灾问 为什么是大灾问 因为认知的本身该怎么被你自己认知 这个不简单 这个就是你成为高人的一个门槛 你怎么认知你自己全部所有的认知系统 他自己本身怎么该被自己认知 这是彻底的自我意识 你为什么会有自我意识 基本上就是过了这一关 你生生命本职过了这一关 你才有自我意识 可是你知识系统没有 你的认知系统没有 所以你才是我前面照片讲的 你不是那只肥猪 你是后面那一个面有菜色的 你的东西是被驾驭的 都是别人别的讯息 环境布置好的讯息告诉你的 然后你只是重复说别人说的话 重复再说 这种大灾问 我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把它 就来就告诉你了 就说出来了 因为最近是新春 我举个例子 最近是新春 我上网查一些 看有什么好的新的影片 最好是一些投资额很大的一些大巨 结果看到一个曹操传 就这个 又是三国了 你知道三国看了好几遍了 很多遍了 一拍二拍三拍 最早的是这个老三国 这个是90年代 那时候大陆还很落后的时候 我看 那现在后来是 零几年 零九年 新三国翻拍一部 中间那有很多跟三国有关的 我就不提了 新三国 然后最后又是三国 还是三国 三国讲了很多遍了 你看我第三季最末尾 可是呢 这些人反反复复的拍三国 三国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可是反反复复的拍 拍到最后 你看我第三季末尾 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三国是什么耶 就是我讲的 你看我第三季最末尾 我怎么了解三国时代的嘛 就是我讲了 他的知识系统是压扁的 你是三维 他是二维 你就会看得很单调 你就很莫名 你这三国你讲来讲去就是这些题材 你只换了不同的角度去拍他 但是因为没什么好看的 我还是看了 我还是看了 虽然我看了 内心在发酵了 你们都完全不了解三国时代的意义 三国时代的意义 你再回去我看我第三季第七集的 就我就不多讲了 我还唱了那一首歌嘛 对不对 把它全部点破了 但是我还是继续看 看他们 看二维空间的人 怎么去解释他嘛 对不对 你是高一个维度的人角度来看了嘛 你就觉得 你这种解释 欣赏欣赏嘛 因为你总也会看一些画嘛 对不对 看二维的东西 他也有他的艺术性 但是到久而久之 我发现我看腻了 就跳着看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你就觉得 你大概是这么理解了 我就快速拉 拉那个横杆 那个网路 现在是很好 快转比较快了 你是这样拍的 你是这样了解的 你是这样了解的 我就这样跳着看了 那你说 这跟你前面讲的第三步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样认知你自己 你只是感觉说 我高一个维度 要怎么高才是一个关键嘛 对不对 来你来看另外一个图片 这个是限制级的 那你说你怎么会放这种东西呢 原因是我看三国那个时代 大概也是刚 就是老三国那个时候 九几年 那个十几岁 那个时候看三国跟那个时候同步看A片 一直看到现在 看AV 三国的东西我刚才讲 越看越扁平化了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我看的感觉还是一样 感度 你去了解那个感度 还是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看三国你是越看 越深入 越看越无趣了嘛 对不对 随着你知识变化 越看越无趣 你们这次越讲越 越鬼扯了嘛 反反复复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变新花样 那这个AV也是反反复复这样子 没有新花样 为什么你的感觉感度不同 为什么 你如果我来看我这个曲线分析 你就可以清清楚什么叫认知系统了 为什么有这个差距 你把它分析出来 你就知道什么是认知系统了 你就可以知道我那第三步不是随便瞎说的 你来看一下 我简单化这个感度分析 你怎么 你会觉得感对一般的知识 当你累积的越来越多 你对他这种综合性的影片 你的感度会越来越低 包含科学 包括我看爱因斯坦的一些专辑 也是一样 跟这个三国的感度一样 所以我只举三国这个例子 有人在讲爱因斯坦的一些知识性频道的那些东西 我的感度也是一直在下降当中 为什么 因为我 你越来越了解他了嘛 甚至你超越他了嘛 就算你没超越的话 你的感度也是一样会下降的嘛 因为你越来越了解你深入理解的嘛 那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大家都很理解的东西的 那为什么你的感度还是维持这样子 哦 这就是关键核心咯 这就是关键核心咯 它有另外一定存在另外一股 一个原因嘛 生理结构嘛 它连结的东西很深入啊 知道你这个生理结构出问题 也许我是八十岁的 好 我在图上好 也许八十岁 身理结构崩溃了之后 就没有那个感感知了嘛 衰变了嘛 衰尾衰老了之后感知 哦 你就很清楚什么是认知系统了 你的知识是什么 它其实是有要有结构去支撑它的哦 啊 你的知识怎么样能够高人一等 你要自己这个结构是自然界给你的吗 AV啊 是自然界的结构给你的吗 可是一般人的知识系统 知识系统你认知了之后 你以原理就你就是知道了 事实上你没有知道 因为你内部没有结构 你没有结构支撑 这是眼睛看不到的 你这样分析你才看得到 哦 你的知识其实是扁平化的 所以你的感度才会 你随着你越越越深入了解的话 你的感度是越来越下降 你没有再把它撑起来的能力 硬起来 你没有那个结构 硬起来的那个那个那个内部结构 自然界给你这个结构呢 它就是演化了 生物演化给你这个生理繁殖结构呢 它也是会衰老衰变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有这个状况 它可以让你再怎么熟悉也不会厌倦 对不对 它有一个结构支撑嘛 你的知识系统没有 你从这个感知程度 你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你第三步出现了 你了解了 你第三步了解 什么叫真正的知识系统 你看我都用很简单的东西来跟你叙述 我不要讲那个同篇大道理 你就可以清楚了 那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建立一套 自己的一个语言 来架构这个知识系统 让它也能够跟这个AB感度一样 你的感知程度才会 比较长远 射的比较长远 不像这个射的一下就下来了 它可以频频的射的射 射程比较长远 因为有结构支撑 有背后结构支撑 这个结构得你自己画了 我前面前三季我都暗示很多次了 那个知识系统本身 背后要有一个后台 包含我前一集讲的那个 用数学结构去解释人文历史 它要有个后台 我这个黄道无间第二步之后 我不只是讲这个 用这个数学结构 包含那个音乐都有 用音乐的感知程度都加进来 你要建立结构 自然界给你的结构 它是那种原因 这我不分析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 是那种原因 还有一个背景 那人文的结构 人的这个知识结构 那你要自己去架构 这个语言也许因人而异 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那些人讲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高人 不用装高人 所以我可以回应我前面讲的 这个高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我这边已经教你了 你要把这个感知程度 去架构 让它可以设得很远 涉及的那个远度 你可以随着你的年龄 你还是维持的这个东西 不会衰变 你看你那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你的感知程度 所以最后回到这个第三步 当你跨过那个门槛 你的背后的结构出现 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 底下的底层的结构 它就会联通在一起的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 可以变成 历史 人文 生物 数学 物理化学 通通给它连在一起 因为它背后的感知结构 其实是互同一样的 它是另外一种语言 它不会格格不入 这关键在这里 它不会格格不入 因为感知程度是最原始的 你用原始的结构把它 统统连换在一起 它可以互相支援的 那你感度如果维持这么硬 这么长久 维持这个年 随着你的年岁 一直维持这么长久 你看的东西会越来越深入 而且它们之间会相互支援 除了维持那个兴趣 还可以维持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深度之外 这么长的长度之外 还会相互支援 那你说你要 你说你能不突破吗 假设你是做一个IC工程师 做那个电脑设计的 我现在敢说 我现在假设我现在 重新回去学那个东西好了 去学那个东西 从基础一步一步这样学过来 我敢说我绝对是 绝对能够写超过其他同行的人 因为你背后有其他不同的结构了 好 关键就在这里了 所以现在那个小哥 荧幕前的小哥 假设你有听到的话 你可以开始做你自己的背后的那个感知结构了 他是一个中性的 不管他是面对什么东西 他通通通都是连贯在一起的 你做到你就是高人了 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高人也不够就这样 我跟你讲 最厉害的高人还不如你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还要连贯所有学问了 所以你不要再讲 在刺意横宽面前提高人了 高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所以最后本集的这个结论 就是自己去当高人 自己去当高人 我都已经把这个东西都说出来给你了 最后觉得我这讲的好的话 再支持我一下要做第四集的 这个赞赏一下 第四集的 在努第四季了 我在努力在做第四季了 要把它做的比较精致化一点 复刻前面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远远不绝的 你说有个朋友问我说 你是什么时候会讲到最后 不是就是江郎才见 就不会有江郎才见的时候 你看这个感知程度就知道了 AV感度把它改造一下 你改造原始结构你把它改造一下 怎么会有江郎才见的时候 什么话都可以拿来提 而且到最后统统连贯在一起 那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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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